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纳漏村的陈永钦在2018年9月的一天 突遭一场飞来横祸 他种植的14棵果树被人一夜之间拦腰砍断 然而 肇事者却对他故意避而不见 拒绝赔偿 陈永钦收入微薄 种植果树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 无奈之下 他只能向栏目组求助 希望帮助解决眼下的困境 江平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的东部 他南滨北部湾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盛产荔枝 菠萝等热带水果 一番打听后 编导找到了求助人陈永钦 陈永钦是位本本分分的果农 因果树被砍而收入锐减 他只能和老伴暂时租住在这栋群居楼里 为了说明事情原委 陈永钦带鞭岛上山 以看究竟 陈永钦说 2018年9月那天 他像往常一样上山 突然发现他的13棵荔枝树 和一棵菠萝树被人劈成了两半 这树究竟是谁砍的呢 核武与陈永钦同是纳露村村民 陈大爷本打算稀释宁人 但是核武却拒绝任何赔偿 这些年中 陈永钦害怕核武会再来砍树 整日提心吊胆 更无心中树了 2021年10月5日 陈永钦将核武起诉到法院 要求他必须赔偿自己这几年来的经济损失 共计94,800元 编导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 江平人民法庭 找到了负责审理此案件的 吕志德法官 核武为什么要砍陈永钦的果树 又为何拒不赔偿呢 法官带着疑问 随陈永钦进山查砍 根据这个纹路 应该是用 用记 记的吧 用电记 当时陈永钦发现 果树被砍 立刻向东兴市森林公安局报警 民警经过勘查取证 确认砍树之人就是核武 因核武对林地的损毁程度 还达不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 民警希望对双方进行调解 可是却没有成功 当时在山上看到老人辛辛苦苦种植了几十年的果树 被损毁成那个样子 当时我内心对原告的遭遇是充满同情的 但作为一名法官 要懂得克制个人感情 要秉公执法 要公正合理处理案件 法官想要先从核武砍树的原因展开调查 核武他知道这些果树是你种的吗 他知道是你的果树吗 知道是吗 知道知道知道 陈永钦告诉法官 这座山叫推车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村里搞林地承包责任制时 他就承包了这座荒山 83年中 83年 那现在的话应该有接近 38年 38年了 这几十年中 陈永钦种了一百多棵果树 核武与他同处一村 自然知道这些树是他种的 他为什么砍你的树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他炒过 陈永钦怎么会对核武砍树的原因 一无所知呢 他跟你炒过架吗 没有啊 在村里面 我种了很多年来没有炒过 种了给我打过 提出过一亿是吧 不是这样给他炸过架是的 你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砍你的树 老人对核武砍树的原因避而不答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法官决定去找核武谈谈 然而核武却一再回避 在纳露村村委会干部的劝说下 核武终于来到了村委会 陈永钦提出你的案件在我们这里受理了 他说你砍了他的树是吗 果树啊 果树啊 是啊 栗枝树和菠萝树 为什么选择在18年的时候砍 他这个树 18年 砍树不是在18年发生了吗 没有啊 是吧 这我不记得哦 不记得是吧 根据东兴市深圳公安局的材料里面 你是2018年9月份砍的呀 你看 这个 是核武一 2018年9月份砍的 在证据面前 一直回避问题的核武 只能承认了 现在你砍了他的树 他要求你赔钱 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不愿意 那你种在我的山林上呢 那我都没有叫你收住了 核武告诉法官 他与陈永钦虽同在一个村 却分属两个生产组 陈永钦是陈母组 他则属于新耕组 因为陈永钦强占林地不还 他迫不得已采取砍树的 据他所说 他1983年就在你种来 假如是你们对的话 你们应该是尽早进行处理才对呀 我们接过他了 叫他姨呀 什么他不姨呀 那是哪一年呢 哪一年 这个我不清楚 我听我老爸老妈说 他说 你要知道我老爸80多岁了 要老人了 怎么跟他查 我老妈他们呢 谈话进行到这儿 法官意识到 双方矛盾的核心 其实是林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 有三林权证之类吗 原来是没有 虽然没有林权证 不过核武说 他的父亲何宗才 参与了当年的林地承包 一会儿呢 我们再去问问你父亲 他应该很懂这个事情 我们发现的 何宗才是吗 你宅 有个家陈文 何宗才是国师的 你都写的了 何宗才是国师的 作为父亲 何宗才支持儿子去砍树 他说 以前种树不赚钱 儿子又在广东打工 他对陈永钦强占林地一事 也不太计较 现在种树比打工赚钱 儿子要返乡种树 他们家就必须把林地要回来 为了证明 争议林地的全属 何宗才拿出一张 新耕族组员联名签写的证明 证明上面写着 陈永钦种植的荔枝树 菠萝树 属于纳漏村新耕族的 崩岭山上 不是陈武祖的推车岭上 法官明明记得此前 陈永钦将争议林地 叫做推车岭 何宗才为何又将这座山 叫做崩岭 同样一座山 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 法官再次去找陈永钦 询问林地是否归他所有 这时陈永钦也拿出一份 林地全属证明 老人说陈武祖的组员 很同情他的遭遇 愿意为他作证 证明争议山岭 叫推车岭 归陈武祖所有 你主要种这些栗枝树收入 每年有一万多块钱 还有政府补贴给你 每个月有一百多块钱 是吧 你就没有其他收入了 你已经老了 已经70岁了 身体又不好 看到双方的证明 法官意识到 本案不单单是两家人的 这背后可能还隐含着 各自生产组的利益 那么双方针锋相对的两套说辞 到底哪个是真的呢 法官找到纳洛村村委会主任 姬贤相和副主任黄玉杰 了解情况 陈永针种果树的地方 那片山林都是没有证的 纳洛村整个的话 都基本上都没什么证 如果没有林权证 那有没有林地承包时的原始记录呢 两位村干部说 当年林地承包时的情况 他们也不太清楚 而因为林地全属不清 何武与陈永钦两家人 常年争吵不断 在何武砍树的前一天 他们又吵了起来 在言语激将中 陈永针脱口而出一句话 这时法官突然意识到 陈永针一开始之所以回避讲述 何武砍树的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争论时 说错了话呢 而这明明是一句赌气的话 不想竟成为何武砍树的导火索 那么这片争议林地 到底该归谁所有呢 法官前往东兴市江平镇林业站调查 你好 得知法官的来业后 林业工程师施维聪拿出东兴市林业局 绘制的全市地形图 仔细看过地图后 法官发现地图上并没有标注 推车岭或者崩岭 更没有标注推车岭崩岭之间的分界线 施维聪解释说 这张图是在2009年绘制的 受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制 很多较小的地名都没有被标注 根据目前材料 以及结合你们林业站的档案材料 还是很难分得清楚 对 因林地承包的原始记录已经遗失 施维聪建议法官去找当年负责林地承包的工作人员问问 经过一番寻找 法官找到了当年负责记录工作的计分员陈永强 推车岭跟崩岭是同样一个地方吗 陈永强说 这座山岭土壤肥沃 两个生产组都争着要 于是村干部就以山顶留下的溪水为界 将山岭一分为二 溪水往北属于新耕组叫做崩岭 溪水往南就属于陈屋组叫做推车岭 这样一座山便有了两个名字 根据你的意见的话 陈永强又推荐法官去找当年负责林地承包的村委会主任苏春餐 说他的话最权威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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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明发展员 陈永强种栗枝树那里啊 是属于新耕组的还是属于陈屋组啊 属于陈屋组的是吧 苏春餐还告诉法官 何家父子与陈永强的矛盾只不过是近些年才有的 陈永强种果树种栗枝树那片地方啊 跟何五有争议是吗 种的时候是没见有人提出争议 就是说陈永强有没有中国界 当时是没有人提出争议的是吧 双方都没有土地使用权证 争议果树的位置处于两个小组相邻的模糊地带上 如今虽不能对争议土地的权属进行确认 但依据证人证言 何五应对陈永强做出赔偿是确认无疑的 因此法官认为 本案不如先将土地权属矛盾搁置起来 集中力量解决赔偿问题 为此法官再次与陈永强上山查看 被砍果树 当年你卖了多少钱 8块钱一斤是吧 这个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三叶红啊 三叶红是吧 八叶红啊 你说你18年的时候批发给别人的价格就 8块钱一斤是吧 有那么贵吗 不贵啊 当时市场就是那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吧 十四个价格 陈永钦计算说 被砍荔枝树每棵每年产果约为300斤左右 他顾念与何五是同村 只让他赔偿三年的损失 此外再加上菠萝树的损失 所以总共赔偿金额为94800元 被砍伐的果树真的值这么多钱吗 法官再次找到村委会干部进行询问 重新他说每年每颗荔枝结果都两三百斤 这个说法可不可靠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丢房在那里的荔枝结几百斤过 所以应该是不可能的 结的话也不及钱 应该也没有卖 我们那边也有很多人种了 丢在那里跟他一样 都没有人随即收过 有的话也是很少 结的话有些 因为不管你的话 他结不了多少果 钱荣卿所种植的是一种叫做 三叶红的栗枝树 它是一种枣树的品种 市场价值是比较高的 我们本地卖的话 八块钱一斤是正常的 但是原告所说的 每棵树产量300斤 可能就不是那么属实了 那么损毁果树的价值 到底是多少呢 法官前往东兴市价格认证中心 寻求帮助 东兴市价格认证中心主任 吴祖森接待了法官 其实这个比较複雕 38年的树林 它是要计算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吴祖森说 要想得到被毁林木的准确价值 必须实力表达 非常不好意思啊 两位下雨还叫你们 过来陪我看到被砍的栗枝树 通过逐一测量 吴祖森确认14棵被砍果树均为成熟期 接下去吴祖森对陈永钦的种植管理水平进行考察 这个树一看就知道很多杂草 都是一般的农户种植 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 维护 其他专门的果园 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的话 它会围田 泥 还有那些杂草全部清理完 我们到那时计算成本就是按一般的农户种植的成本来计算 那成本会偏低一点 是这样 那实施求是吧 实地调查后工作人员开始着手计算数据 两天之后法官再次来到东兴市价格认证中心 我们对这些数据的几天计算 终于把这个计算出来了 吴祖森解释到 当获知果树的年产量后 再乘以当地平均价格 计算出果树年产值 然后再考虑被砍果树再次产果 所需要的投入成本等因素 就能计算出最终的损失金额 鉴定结果总价是 一万零 零八块 一万零一百零八 这个鉴定结果 陈永钦和核武能够接受吗 2021年11月26日 在法官组织下 陈永钦与核武在各自律师的陪同下 在调解室里碰面了 这个案子呢 审理过程中 我是多次去现场 然后有九法案 明天下 也多次跟那个物件认识中心进行沟通 法官向大家宣布鉴定结果 本案中被损毁果树的价值为一万零一百零八元 陈时威律师还提出陈永钦已经提前预知了五千元鉴定费 这笔鉴定费也应该由核武支付 当核武听到自己要承担所有责任 立刻不干了 陈永钦也怪自己当时太冲动说出气话 当赔偿费降到一万四千元后 核武还是不同意 而核武只赔偿七千元的想法 令法官有些惊讶 这笔鉴定费啊 她已经交的 是 五十块钱 就说她 这件事情 忙前忙后 然后你只给她 七千多块钱的话 就像她一人两千多块钱 你现在就合一吗 这可能吗 就是 也倒不是抢了一个笑话 那你中了我三个国家 那我也不是抢了笑话 你说中在你的山上你有证吗 那以前是这样隐分的 你有证吗 那小爷爷中在那里几十年你才卡 这样才能 小爷说那是你的山 就送回去 那以前 为什么人家用三十多年 人家的核武还好在那里 突然一半年就把它卡掉了 那今天叫她 自己与她 不与她 你叫她跟她打架 不可能的吗 拿到去砍她吗 是不是 那现在不处理 那你认为你有 你是吗 法官告诉核武 如果她当初能积极面对 及时赔偿 金额不会累积到现在这么多 考虑到核武的抵触情绪 法官希望核武的律师 黄媛媛帮忙做下工作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黄媛媛律师赞同法官的说法 在双方都没有临权证的情况下 核武砍伐陈永钦的果树 无论从法理还是从情理上讲 都是错误的 沟通之后调解会继续进行 现在我认为这个证理法 是明确的确权的 所以说你这块说要求它 存在50%的一个工作责任 你有没有相关的依据去证实呢 因为你没有 那以前81年那时 谁那时零证前那时 都没有什么用了 它现在是新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班证的 而且你说81年的证件是有用的 那法官也是已经去相关的 你愿意去调取相关的证件了 他没错 我以为现在这个土地是没有办法去确权 是属于你们双方 是哪个侦探组的呀 黄元院律师告诉他 如果想彻底弄清楚 争议山岭的权属 他可以去申请确权 但是确权的审核流程 严格又漫长 这个地块 但是这一地块 你只能去找相关的那个政府单位 去确权这个地块 而且确权下来不一定是你的 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了 那是争议的地方 有争议 你也不能自己去卡 而是由 外面 由政府部门去卡 你是没有权利破坏人家财户的 权衡利弊后 何武意识到如此僵持没有意义 这时他提出 如果陈永钦能够让他 也在争议山岭上种树 他就不再纠缠权属问题 同意进行赔偿 对于何武的要求 陈永钦当庭表示同意 他说自己年龄大了 今后也不打算再种植新的果树了 就是为了大家这个活血 卡我们完结 他是这样一件的 你看是不是这样 见陈永钦如此大度 何武也终于为自己当初的鲁莽行为 感到懊悔 我现在我都说我不想要 那我现在我想要要勾住 经过艰难调节 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 何武赔偿陈永钦经济损失 一万五千一百元 两人今后将共同管理这片林地 我要你们这件事情 你想办 双方世界的关系 以后还要合同相助 好不好 好好好 陈永钦和何武 感谢法官付出的新闻活力 也希望开始新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